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创业计划书的架构转换 那架构转换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假设非你是个创业计划书 基本上你可以从你两行的执行摘要 变成一个商业化布 就是把你的商业价值 商业模式讲出来 变成一页计划书 那再变成一本 整本的创业计划书 再来再去做到一个 结构修正的创业计划书 也可以说创业计划书 它本身是一个小模式 它可以变成一个大模式 它可以是单一模式 变成多模式跟多个角度的计划书 那同样的我们一看到一个计划书 难道计划书的样张就有那个形状吗 其实没有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个人的现场 去帮他还原成一个计划书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现场 还原的计划书 我们就可以写出所谓的 具有改善点的计划书 那当然计划书本身 也有可小可大的计划书 也就是说假设这个产业 这个机会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由小做到大 刚开始我们不可能说 一刚开始就是很大规模 所以小资金有小资金的计划书 大资金有大资金的计划书 也就是资金水准不一样 它就有不一样的计划书 那它可以可长可短的计划书 那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随着不同扩张期间 它的融资需要 或者它能力的需要 它有不同阶段的计划书 那针对不同的主题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讲内部协调部分的话 它有个计划书 针对外部融资的部分 它有个计划书 那针对创投的跟风险投控公司的 或者上市前的 它有不同的计划书 也就是说计划书 它本身的撰写过程 最主要的话 它是一个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钢要 产业 行销四批 跟创业团队 跟财务计划 就这五块 最少你就要这五块 那它是一种不断的改善过程 每当过你经过一支展演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跟人家 你要找潜在投资人 那你在展演过程当中 其实这就是一个不断的改善 因为对方会给你质询 他会针对你的点 他会告诉你哪里不合理 在这过程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大多是写计划书 大部分都是从超的过程 从没结构到变成有结构 然后从结构不完全变成结构完整 也就是随着不同的Q&A当中 它是不断的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输到用时 马上看的一个快速学习过程 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 其实创业计划书是一种自我的对谈 当一个成功的人的话 也许他在事后成功时 去看他的当初的计划书 他会觉得很可笑 可是他当初要没有这个计划书 他可能就没有第一桶金 他也许当初没有这一个计划书 他就没有办法去苦思说 他到底他的市场在哪里 他的客户在哪里 他的接近手段在哪里 甚至有可能是说 他如果没有计划书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预期 他的资金 资金缺口在哪里 那在这个过程 他就没办法做所谓的一度融资 二度融资 三度融资 到最后追寻他自己所谓的最终成功 换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创业计划书 你怎么去把你自己的东西 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甚至于说 如果说你没有一份创业计划书 他就好像一个躺着的推销员 他就是一个在白纸上的推销员 不断的帮你在潜在过程当中 跟你的潜在投资人去做沟通 我想每个人在接受某一个创业计划 他就需要一个试点 不可能你现在跟我讲 我马上就可以答应你 那在这过程当中 他需要就是一个说课 他就是一本创业计划书 所以我个人觉得 创业计划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会 怎么去写创业计划书 就算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当你今天不要给现状所限制住的时候 你要张开你的机会之眼 当你每看到一个机会 你就写一本创业计划书 我们姑且不论说 到底最终你会不会创业成功 对你个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训练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